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小朋友很多时都要填完体温记录表才可以上学 我有两个小朋友 我开头买二温窗都想 是否每次都用酒精消毒下的七温头 就可以给第二个小朋友用呢? 可以不用每次都换新衣套 反正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所谓? 但原来不是 有次听说了 医生说酒精不可以完全散灭细菌 究竟可以怎样呢? 原来就是要用乙套 还要每次都要换新乙套 因为我知道一起继续用乙套 会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 那我当然想做到可面质面 听起来就好像很浪费 又不环保 明明没烂又要换新 其实都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因为乙套里面有机会有细菌 你用完细菌就会黏在乙套上 会不断滋生新细菌 那当是一个人用的时候 就有机会造成交叉感染了 而且换一个新乙套 可以确保温温的准确度 其实如果小朋友病 他辛苦之外 我都要花更多时间去照顾他 那如果交叉感染可以避免的话 就当然不要被这些事发生了 而且一年这样计 买乙套用的钱 更便宜过看一次医生 那计算过的数 都是不要没有这个风险了 当习惯了用乙套之后 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麻烦 因为乙温窗是有个收藏盒 盒里面有个位置可以放乙套 每次开盒就自然记得换乙套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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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